喝咖啡就高雅吗 有的人真的觉得自己能喝几十块钱一杯的咖啡 从此就高人一等了 甚至看不起普通劳动者吗 大家喝过星巴克咖啡吧 不便宜啊 几十块钱一杯 说实话 十几二十年前 很有一大批人觉得 自己能在星巴克中点一杯咖啡 所谓优雅的喝着就高人一等了 好像他能消得飞得起星巴克咖啡 他就是异于常人的 实际上很多在国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 那不就是一个快餐咖啡吗 而且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咖啡品牌诞生 大家已经把喝咖啡当做一个很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可是有些人还是有这样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 腾都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子穿着满身红的衣服 优雅的在星巴克中喝咖啡 可是突然他看到有一个外卖小哥 也坐在星巴克的座位上 人家可能在等着出餐 准备给消费者送外卖 这个女子不满了 他心想星巴克这种地方 也是你送外卖的人消费得起的吗 你坐在这里跟我一起坐在星巴克的空间之内 我在喝咖啡你在等咖啡你已经严重的妨碍到我了 似乎我喝咖啡已经不那么优雅了 我的等级不那么高了 所以这位女子竟然要驱赶这位外卖小哥 似乎星巴克只能为他这样的所谓上流人士服务 而且他还找来了店员 当然这里我们特别要为店员点赞 人家店员说的很清楚 你过来喝咖啡 人家外卖小哥过来送咖啡等咖啡 你们都是消费者 要一视同仁 凭什么不允许他坐在星巴克之内呢 当这个女子说 我经常现在在你这消费 你要是不把他赶走 我就走 人家马上回应一句 那你就走好了 你作为消费者 你有选择的自由 你可以坐在店里喝咖啡 也可以打包咖啡拿走 但是你没有权利决定 他人可不可以在星巴克之内喝咖啡 本来星巴克就不是什么高档的场所 但是竟然有人觉得 连这样的场所都不可以让外卖小哥进来 我不知道这些人的脑回路到底是如何长的 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 你不要说你 就是马云都可以和一个外卖小哥 共同在一个咖啡馆中喝咖啡 所以我觉得有的人的认知 你真的要好好调整一下了 当然我们也得说 这种中年妇女的想法 他不是孤立 我们社会中有很多人是歧视底层劳动者的 比如说有的地方不允许外卖小哥进去 有的地方保安明明自己也身处底层 结果却偏偏要拿出最恶劣的态度 对待同为底层的外卖小哥和快递小哥 我觉得他们都应当好好反思一下 我们只有分工的不同 没有贵贱的差别呀